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信信就是一种开悟的静静 我们今天做金刚萨斗的附魔 金刚萨斗他的法身充满我们整个的会场 我看到这个金刚萨斗的光光照大家 所有来参加的人都得到这个金刚萨斗的光明的片照 还有所有报名的也得到这个金刚萨斗的光明的片照 所有参加法会报名的都得到 那么金刚萨斗本身来讲起来啊 他的是至尊至贵的 他的身份至尊至贵 五佛五方如来化身为金刚萨斗 龙素菩萨在南天竺开铁塔面见金刚萨斗 金刚萨斗才把密法传授给龙素菩萨 龙素菩萨是有形的第一界的密教的祖师 那金刚萨斗是无形的祖师 无形的密教的祖师也 再上去金刚萨斗可以讲是金刚萨 那么金刚萨再上去是五佛 五佛就是五金刚萨 五金刚萨 那么五佛再上去就叫做金刚种萨 金刚种萨 金刚种萨 五金刚萨 金刚萨尊者 所以龙素龙素是有形的第一人 那么金刚萨斗是无形的可以讲是无形的第一人 那释迦行里面就有金刚心菩萨法 那么金刚心菩萨法也是 就也算是大法 也算是大法 那个金刚心百日明 金刚心百日明咒 我们晓得了 它本身就是空性 有人问我这个金刚心百日明是什么 它就是金刚经里面讲到的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则相 就是空了事相 由于你念金刚心百日明 它就是一种空性 一种圆满 一种空性 一种圆满 那一种空性 一种圆满 你任何一种东西 进入这种空性里面 就化为空 所以我们在修法的过程当中 你假如认为有缺失 你念三遍的金刚心百日明咒 你念三遍的金刚心百日明咒 念了三遍的金刚心百日明咒 你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切丝啊 给它补起来 也就是你这一次修法 虽然有切丝 像供养上有切丝啦 观想上有切丝啦 或者仪轨上有肉丝啦 或者你信念了不能集中 因为你念了金刚心百日明咒 就变成空性的圆满 那这一点 为什么百日明咒 能够补所有的切丝的原因 就是在这里 那今天我们做的这个金刚杀斗附魔 可以讲呢 光芒网站 光芒网站 那么金刚杀斗自然这个显生出来 自然显生出来 自然显生出来 我在这个入三遍的地当中啊 每一次就很快迅速的能够入一定中 只是一下子而已啊 也没有齐情 只要心念一集中 马上金刚杀斗就进入我的心中 所以这个是非常迅速的 非常严满 非常祥和的 那么我们期望啊 是每一个上师 法师 那么所有的同盟 了解这个佛陀的智慧 那么深入金帐 深入这个种种的金帐之中 去求得智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